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主题是茶楼梅典 这个节目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介绍点心的名称 第二个部分是介绍礼貌用语 九夏坚拙 你喜欢吃什么点心呢 我喜欢吃小笼包 你呢 我喜欢吃肠粉 现在我们来看看三位老师的访问 主老师 请问你喜欢吃什么点心呢 我喜欢吃叉烧包 谢谢 你老师 请问你喜欢吃什么点心呢 我喜欢吃小笼包跟烧卖 谢谢 老师 请问你喜欢吃什么点心呢 我喜欢吃小笼包 谢谢 那不用 九夏坚拙 现在我教你一些点心的名称好吗 好啊 好啊 同学们 你们也跟着一起读吧 � SEE 谢谢 蝦角 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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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博 小 Virgin bonds аєват 叉烧包 叉烧包 茶烧包 叉烧包 叉烧包 排ME 蒸粉 糖粉 糖粉 争烧肉 加ham粉 炙牛肉 争烧肉 炙猪肉 争烧猪丁 鸡猪辣猪 ALLY烧猪 黄包 小籠包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同学是否有礼貌 叔叔,请喝茶 谢谢你 这位太太,请坐 谢谢你 刚才这两位小朋友都很有礼貌 一位请客人喝茶 另一位就是让座给有需要的人 在普通话里头 我们通常会用谢谢你 或者太感谢你 来表示感谢对方 而对方就会回应 别客气,不用客气 这一次介绍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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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